中国内陆也拼经济 但您看看宁夏这个沙漠边缘的赛上江南 如何发挥特色产业的效益 先来看的是人称宁夏红宝石的枸杞 一颗颗枸杞流泻而下 平铺开来 粒粒鲜红饱满 每年六到十月是宁夏枸杞采收旺季 家家户户门口院内晒枸杞 一片火红 要像这样保持枸杞鲜红玉滴 采枸杞的手法是最关键 摘这个东西不能粘着手镜太大了 手镜太大了你就摘来了 摘来就没不上好价格了 摘枸杞绝对要温柔才行 力量太大不但果实破损 晒干之后还会变黑 卖相可就差了 中国的枸杞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 数千年来枸杞不仅是食材还是药材 神农本草经记载 枸杞子九府兼金骨 轻生不老奈寒暑 本草纲目也著有枸杞干瓶而润 兴姿而补亦干明目 北宋时更有个传说 一位老者长扶枸杞 瘦百岁行走如飞 法白反黑 齿落更生 到了明星时期 又以宁夏枸杞为极品 宁夏日照常 温差大 沙土壤偏碱性 最适合枸杞生长 近十年农民大规模种植 创造难以想象的经济价值 这棵红色的果实晒干之后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枸杞 可别小看这小小一棵枸杞 它一年可以为宁夏带来 21亿人民币 超过100亿台币的收入 也难怪 枸杞被宁夏人称为红宝石 十年间 宁夏枸杞种植面积 从2.3万亩增加到50万亩 年产值从2600万 到21亿人民币 随着种植技术提高 宁夏枸杞也发展出一套 科学化品质标准 共分乙集 甲集 特级 特优 枸杞王 贡果 其中每220例枸杞王 就必须重达50克 贡果更是180例 就得达标 凸显枸杞的饱满多枝 咋掉一碰又一碰 说是宁夏的包包包 就是 就连这个要钱 所以啊 都赚钱了 弄活也都 所以就 生活水平提高了 我们家是两个大学生嘛 所以只要靠枸杞 靠枸杞 让两个大 让两个孩子念大学是吗 对对对 除了枸杞本身 宁夏还研发 各类相关产品 从枸杞糖 饼干 酒 甚至是枸杞咖啡 创造收入 还有附加价值 周年县 这个人的这个 健康素质了 身体素质了 都比以往就 就交大幅度的提高 应该说 比其他地区 这个提高 这个两三岁 陶居赵本山 和小沈阳 在春晚的不差钱 人生最痛苦 莫过人走了 钱没花掉 诱惑人还活着 钱没了 林夏人种枸杞 吃枸杞 荷包满满 还延年益寿 也可谓 美好人生了